啊 这么大的人啊 还跟我们一起扎马不练根基 最好笑的是 还不如我们呢 闭嘴 镜湖剑派 神功显赫 自成一派 根本不屑什么根基 你们懂个屁啊 对吧 小张公子 你为什么打我 我这怎么能叫打你呢 这叫是你 久闻镜湖剑派的轻功与众不同 我本想领教一下你的高招的 没想到啊没想到 这仰天蛤蟆事 还真是别居一格呀 走吧走吧 我们这些粗略的技法 哪能入张公子的法眼 可别耽误张公子用膳了 对不住 对不住 你走路不看路啊 湘姐姐 看到我有没有很开心啊 现在可以让我摸你头了 你 你别哭呀金豆侠 怎么还爱掉金豆啊 别哭了别哭了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以为师父不要我了 师父 就是周叔 周旭呀 好了好了好了 其实他还没有说我为徒 是温淑教我说 周叔他心肠软 缠着他 多叫他解成师父就好了 哦 那他是不是还说 猎女怕蝉狼啊 对啊 你怎么知道 真的是 不叫人家好东西 湘姐姐 你来了 师父和温淑是不是也来了 他们人呢 他们没来啊 哦 好啦 岳阳派上下戒严 外面进不来 他们特意派我进来照顾你呢 小姐姐 你们带我真好 那你是怎么进来的 这里是内院 姐姐 你不会是前进来的吧 我当然不是呀 我啊 可是被人请进来的 英雄大会将近 这城中三教九流的人 也多了起来 阿絮 那帮穿的跟青头 第一次逛窑子似的 是哪个门派 华山派 华山派向来最注重服装整洁 衣冠不整是违反门规的 阿湘嘴毒看来都是你教的 阿絮 你俩瞪着牛眼的呢 铁掌门 铁掌门是京香霸主 衣衫不容二虎 私下里与岳阳派素来不合 阿絮 你为何对各家的门派规矩 这么如数家珍 那你可识得我的门派失诚 你的武功博杂 变化多端 若非你师父及各家武功之所长 便是你不只有一个师父 老温 你这个总让我猜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想说就说 不想说就不说 没事 这非让我猜 英雄大会 说英雄 唱英雄 这群人倒是挺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呢 就这帮下脚料 也配称英雄 阿絮 诺大的江湖 你觉得有几个人能称得上是当世英雄啊 未经世事者 方才相望英雄 那历经世事的人呢 历经世事者 便知道 英雄之二字 一笔一画 皆是用血写出来的 不是自己的血 便是别人的血 我已经过了想做英雄的年纪了 如今只是一介天涯浪科 气甘亡论 老温 你是想做英雄 还是想做浪科 想做英雄的人太多了 温某人爱看热闹 但不爱凑热闹 让他们英雄会萃去吧 天涯浪客 为君 与武足矣 阿絮 去哪儿啊 怎么往这边走啊 阿絮啊 请你喝酒 又喝 你不是说过了紫时便无法入眠吗 横竖都睡不着 不如陪我去屋顶赏月喝酒 我告诉你啊 今晚的夜色很美哦 今晚的夜色很美哦 赏月啄美酒 我走 人生得意 须尽欢 莫使今尊 空对月 刚完成 来了 嗯 嗯 阿絮啊 我心里边高兴 你知道吗 你为何不问我 为何高兴啊 你想说的时候 自然会告诉我 你不想说 朋友何必问呢 嘘 我都打開了 你不应该说 你不应该说 我费好 不能再带我 想要出事 我应该怎么带我 打开了 我 这么好的夜色 非有人要以性命相搏 朕杀风景 今夜这岳阳城中 可不止这一场性命相搏 冲天香阵透月阳 满城尽是琉璃甲 我高兴啊 是因为这场好戏 它可终于开场了 老温 你把话说清楚 好戏哪能说得清楚 走 我带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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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ating 我带你去看 离家 我带你去看 我 ancestry 新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怎么没动静啊 原来唱的是一出同归于尽哪 妙啊 独木侠想撤 狂风刀客礼衡 这俩也算是成名的人物了 怎么死得这么搞笑 正所谓天下兮兮皆为历来 天下嚷嚷皆为历网 这些蠢人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 就算是天大的便宜 有命赚 也得有命想啊 这是方不知从你身上偷的那块 差不多吧 差不多 阿絮 你这么聪明 再想想 这两块琉璃茄怎么一模一样 阿絮 你不觉得这很好笑吗 阿絮 你等等我 你怎么了 老温 怎么了 你真不觉得有何不妥吗 有何不妥 横竖这群庸人都是做法自毙 我不过是添了一把柴火 老温 我以前觉得你是装疯卖傻 没想到你是真疯 我 escre散东西 这之后 也不能是 不曙 hand 我不能 你 我 你 我 我 我